朝鲜战争当中,以美军为首的联军部队里有这样一支小国军队 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和历史上的传承 其一直将自己看作是连接欧亚的世界大国 为了从朝鲜战场上分一杯羹 硬是向朝鲜派出了5400余人部队加入到联军当中 这就是土耳其军队 一个十分奇葩国家的军事力量 土耳其一直将自己看作是一个世界军事强国 这种自信要追溯到几个世纪前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这是15到17世纪的霸主级国家之一 直到一战结束以后,才真正从世界舞台上消失 继承了奥斯曼帝国一波的土耳其自建国后 一直想重现当年的荣耀 北约于1949年成立过后 土耳其就萌生了借北约东风东山再起的心思 作为掌控着黑海出海口的国家 土耳其在对抗苏联的事情上确实也有不小的作用 但要想加入一个组织 土耳其总归是要表一表诚意的 而参加美国人组织的联军部队就是土耳其的统军状 为此土耳其派出了5455人的精锐作战力量 包括三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营 以及一部分其他兵重部队 土耳其军队采用和美军一样的制式美谢 从装备水平来说完全不落下风 更是比对面的中国志愿军好上太多 因而一开始土耳其军队对于战胜志愿军是有着十足信心的 不过最先在朝鲜战场上遭遇土耳其独守的却并非中套军队 而是和土耳其互为友军的韩军 当时土耳其部队接到了联军的作战任务 要接应从战场上退下来的美军部队 没有想到土耳其等着等着 却突然发现了一只由亚裔面孔组成的军队 土耳其大喜过望 认为眼前的军队不是中国就是朝鲜 反正不是自己人 也不过多确认身份 就迅速发起了大规模袭击 在短短几分钟内就全见了这股人数高达200余人的亚裔军队 战斗结束以后 土耳其迫不及待找美国人邀功 没有想到美军打算战场的时候才发现 这哪里是中朝军队 明明是刚从前线溃逃下来的韩军会兵 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美军也感到十分无语 韩军同样是穿着美式军装 使用美式装备 和中朝军队完全不同 土耳其是怎么做到将其全歼 都没意识到发生了错误事件的 韩军也也是离谱 刚上前线没多久就被志愿军击退 就连美国都不知道 韩军居然已经开始溃逃了 闹过一次乌龙过后 土耳其也觉得脸上无光 便打算在战场上一血全吃 随着土耳其部队进入嘎尔岭 土耳其期待已久的中途大战 终于即将上演 但战斗还没开始 土耳其就犯下了战场上的大忌 由于朝鲜天寒地冬 土耳其其士兵们为了预寒 只能点燃篝火 在漆黑的夜晚 火光无疑会帮助志愿军指示了目标 土耳其明明是要伏击我军 却主动暴露位置 这等操作实在是让人看不明白 当时志愿军 38军 342团已经抵达戈尔岭山脚 一看到山头上 全是土耳其士兵点燃的篝火 立即选择了静音解除 为了不发出任何脚步声 先头部队 甚至选择赤脚在山道上潜行 而土耳其士兵完全没意识到 他们日思夜想的志愿军 与自己近在支持 随着342团进入作战位置 激烈的战斗迅速打响 土耳其士兵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志愿军通通见面 盖尔岭控制权迅速一手 不可一世的土耳其 也和他们看不起的南韩军队一样 陷入溃淘当中 仅仅开战两个小时后 兵力高达5400余人的土耳其部队 就被志愿军干掉了3500人 彻底没了作战的心思 连土耳其的军事主官 亚兹奇准将 都坐着卡车逃之遥遥 一口气窜回了联军防线的后方 部队超过七成的装备 也遭到遗弃和摧毁 完全失去了作战能力 有趣的是 虽然中土之战 是一场一边倒的胜利 但志愿军却给出了土耳其军队 还算不错的评价 认为在联军部队中 土耳其军队的战斗力 能够排第二 仅次于美军 其作战一直算得上坚韧 即便丢了前沿阵地 也会尝试组织反攻 比一挨揍 就只知道逃跑的韩军 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就连美军自己也比较肯定 土耳其的战斗力 认为其斗志十分高涨 如果能在军队建设上 更加现代化 不失为一支强军 同时土耳其指挥官 有一些固不自封 其竟然不懂英语 和美军高层的协同交流 还要依靠翻译完成 这也导致土耳其军队 在挨斗时 无法及时得到联军部队的回援 更有意思的是 美图两军之间 也并非一片和睦 土耳其是个伊斯兰国家 其军队也都是穆斯林造成 一些生活习俗和美酒迥然不同 美军士兵热衷于挑事 是出了名的 被志愿军俘虏后 又与土耳其战俘朝夕相处 有美军听说 穆斯林不吃猪肉 便悄悄往土耳其战俘的锅里 扔红烧肉 引发了双方的群殴 让志愿军哭笑不得